随着假期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潮汕地区玩 发现潮汕人非常喜欢喝功夫茶 不管是自己喝茶聊天 还是招呼客人 都是喝茶喝茶喝茶 他们摆出一套茶盘家伙 来玩家会 就茶具 一起来敲茶 这敲茶的意思是什么呢 冲茶泡茶喝茶品茶 我们用潮汕话的俗称叫咖啡 咖啡这是一种比较风趣的表述 可能有外地朋友不知道这些茶具 在潮汕话的俗称里面叫什么 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叫沙调 好记啊 沙调 潮汕话叫沙调 其实我们通常都叫它 大尾 大尾间 装茶的容器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用紫砂做的茶壶 那叫茶壶 那这种叫盖碗 潮汕话叫 沙调 沙调 就是沙调来冲茶 拿个盖碗来冲茶 那这个茶杯跟普通话的表述是一样的 它可以叫的牙一点的就叫 平民杯 那叫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器具 用来装水的这个器具 普通话的表述比较多 茶盘 茶船 茶池 还有叫茶海 叫茶海的比较多 潮汕 潮汕话怎么叫呢 潮汕话叫 茶水 茶喜 茶杯呢 通常只有三个 它语以为品 品名 人品又正 也不管人有多少 只有三个杯 大家轮流喝 体现一种谦让 体现一种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一种 圆容的 一体的人文精神 那潮汕功夫茶就这么讲究 潮汕人对功夫茶有多重视和喜爱 你就知道一二了 那希望通过这一期视频 能够加深您对我们潮汕功夫茶的了解和喜爱